它会出现的这个讯息呢 因为我已经已安装 所以呢 我就不用装了 那假如说呢 你没有安装过 会出现这个安装 你就把它怎么样呢 点下去 假设我今天 换装另外一个 比如这个好了 安装 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讯息 它会问你说 你是要安装到哪一个账号 那因为呢 我这个账号 一定是用我这只手机 所以呢 如果你按一下安装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安装到哪里呢 安装到哪一只手机 我还不止一只啊 我这么多只 因为我还有Sony的 还有 我还有一只华为的平板 另外还有一只Fone 另外一只 比如说我要装到Sony这一只装置 选了之后 有没有 按一下安装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呢 把上面的 这个软体 直接装到 装到这个 我的手机里面去 就是这样 就可以了 安装之后的话呢 试试看 确定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装过来 那我现在手机 我看一下 应该也会侦测到 它现在出现正在安装 已经帮我装好了 我根本不需要回应 它就帮我装好了 所以用这个方式 最简单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QQ同步驻手 就已经变成已安装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完成 我们需要安装的相关的软体 我刚刚提到说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软体 一些重要的APP的话呢 请各位务必把它试试看 装到你的手机里面 看看 那用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 如果说呢 刚刚APP的部分呢 你觉得太麻烦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用Market 那所以你在Google搜寻一下 Market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